大家好,也很感谢大家在周末的时候还能来听一听我对中国金融 尤其是小微企业和个人信用评估的一些看法 尤其是如果是在美国的话,那还好 可能顶多东部时间耽误大家吃个晚饭 如果是在中国时间的话,大家现在可能就要起个大早了 那么今天这个题目其实听起来比较大 我会根据我自己的一些观点和实际上这两年多来 在中美之间一直来回奔波当中 对于小微企业和个人信用评估,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我想先说一个题外的,大家可能都会问 说到目前为止很多做国内金融的一些公司 尤其是做风控的一些公司 都会不是以信开头,就是以数开头 总而言之都希望跟信用或者数据挂上钩 为什么你一家明显是做互联网金融核心的产业 做风控的公司,却既没有信也没有树 而取名叫做兵建呢 那我想可能大家如果对历史比较喜欢的话 也许就会知道我取兵建这个名字的用意 兵建这本书啊,是至少是号称 是曾国藩晚年所写的一本比较著名的 对于用人识人方面的一本书 他主要是通过对于人的言谈举止,神采飞扬等等 来判断这个人到底在什么样的场合 才能够发挥他最大的用处 那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 这相当于是我们在做大数据当中 对每一个不同的维度进行了评判 最后综合建立这个模型 来评判这个企业和人到底是好是坏 所以呢在我两年多前回国的时候 我在上海注册兵建的时候 我心中还非常忐忑 我很担心说如果要是这个名字被别人注册了 那会怎么样 那后来发现好像中国人民也许搞科学的都不太喜欢历史 搞历史都不太喜欢科学 所以还不是特别有人知道兵建跟征信之间的关系 倒还没有人使用 所以我也很快把兵建给注册了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为什么取名字叫兵建的原因 当然我们既然下面还有八个字叫兵清信用 九州同建 第一个字和最后一个字加在一起 也是兵建的意思 那么刚才前面主持人也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我的背景 有一点很有意思 就是这么长的时间里来 我在国内的很多创业的团队当中 我看到了或者是技术非常好的一些团队 或者是非常接地气的一些团队 这两种团队如果把它区分开的话 一种团队是叫做以商业模式为驱动的团队 一种是以技术为驱动的团队 而这两者之间表现的非常明显的 就是你会看到很多以商业模式为驱动的团队 一般都是本土化极强的 都是基本上从国内的学校毕业以后 在国内的大公司里面摸爬滚打长大的 而基本上没有留学的经验 而很大一批以技术为驱动的这些创业企业 一般创始人和核心团队都是在国外 尤其是在美国著名高校和大公司里面工作 学习了以后回到中国以后 然后才开始的创业 二者之间特别特别明显 而且还有一点比较有意思的是 在海归回去的团队当中 我们往往看到并不是越早回去越好 恰恰是在2012年之后回去的一波创业团队 现在在国内做的非常风生水起 主要的对象包括了像什么荣360啦 包括了挖财啊等等一批 相反在2008年2009年回去的人 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国内 其实并没有取得很强的建树 那么因为今天这个毕竟互动可能放在最后啊 所以我在中间我就不提问了 有些东西我就自问自答了 那我本来其实是想问大家 为什么早回去反而没有占有优势 反而是晚回去占有优势了 那我现在就自问自答一下 其实是有两个原因 第一 08-09年的时候 因为美国的金融危机 很多在美国的华人是因为失业 被迫回过去创业和发展的 但是2012年之后的这些华人 是在自己有一份非常好 如日中天的工作的情况下 看到了中国金融改革的契机 然后放弃美国的条件 然后回到中国的 所以二者之间从创业的动机和创业的能力上面来讲 都非常不同 那么第二可能诸位要问了 为什么2012年很多人回去了呢 那么我想2012年有另外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就是纽约时报在2012年2月份的时候 刊出了一篇文章叫做大数据时代的到来 那个当中明确提到了Big Data这个单词 而我当年在卡内基梅隆计算机学院读博士的时候 我们根本也就没有这个单词 我们一直是用Machine Learning和Data Mining 就是所谓机器学习和数据挖掘 作为我们的研究方向 然后直到2012年的时候 大数据的这个单词的提出 才让大家能够彻底的感受得到 好像整个社会会围绕大数据 产生一些比较基本的变革 尤其是在金融里面 为什么呢 大家不妨可以看一下 如果说大数据是凭空出现的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但是为什么水到渠成 而且是到了2012年 基本上面来讲 这些技术才能够最终在现实当中为我们所用呢 原因有以下几点 大家看看PPT可能就应该知道 第一在2012年左右的时候 基本上主要的银行和大的IT企业 都完成了从纸质数据到电子数据录入的转变 大家可以想象 如果所有的数据都还是停留在一个一个档案柜里面的 我想基本上绝对没有可能能够有对任何大数据的应用 就更不要谈Google最近风生水起的alpha go击败李世时 这是几乎不可能的 因为所有对异的棋局如果都没有录入到计算机当中去 那么计算机谈何来去学习呢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大规模存储技术的实现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以前即使你有人工能够把海量的纸质数据转化为电子数据 但是如果你的存储根本就不过关 那又有什么意义 那么比方举个例子 在我们当年读书的时候 我们曾经计算机的硬盘只有两三个G 我们计算机的内存当时只有512兆 而且512兆的内存已经是非常非常昂贵的计算机了 今天我们的内存轻松都可以突破16个G 而当时的硬盘只有一到两个G 大家可以看到二者之间巨大的差异 当然最近有人号称18个月内存翻一倍的摩尔定律 可能将要不再适用了 但这个是题外化 但至少大规模存储技术的实现 也是让大数据能够开始慢慢变得风生水起的一个主要的基础条件 第三点我想大家可能很多人都会知道 就是你对于数据已经从纸质转变成电子 而且已经具备了大规模的硬件存储条件之后 是不是大数据兴起的技术条件就全部都具备了呢 显然不是 因为对于大数据的技术的调用 从这点上面来讲 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那我想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方说在没有Yahoo的Pick和在没有Facebook的Hive之前 如果你想使用Hadoop开源的Hadoop的MapReduce 相对来讲并不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 因为很多以前的人都是使用Oracle和MySQL出生的 也就是他们对于SQL语句和逻辑是相当清晰的 但是如何能够应用到MapReduce的框架上面去 是个很困难的事情 Yahoo和Facebook创建的Pick和Hive 尤其是Hive至少是做了一个比较典型的封装或者rapper 可以让很多以前的技术人员 在不改变自己技术风格的情况之下 对已有的数据进行调用 当然MapReduce本身结构性的变化 也决定了本来很多在Oracle和MySQL当中 要花一个星期才能完成的left join right join等等这些相对来讲 花时间比较多的这些东西 能够在新的框架当中能够实现 所以这三点直接决定了大数据 在2012年左右才是最终水到渠成的时间点 那么肯定人会说大数据 反正尤其是现在国内 人云亿云特别多 跟股市也是一样追涨杀跌 大家只要听到大数据 普遍都会认为数据只要多 那就可以了 事实上是这样吗 一定不是 那我想我在很多各个不同的场合 我都举过一个这样的例子 就再回到当年我的计算机上面 我的计算机512兆的内存 当时需要大家花2万块钱人民币 才能买得到 那么512兆的内存 如果你有一个513兆的数据 这个当中我们其实已经暂时扔掉了 就是其实512兆的内存 你并不能load 512兆的数据 因为中间还有一些 一开始已经被预留下来的空间 我们假设512兆的内存 可以load 512兆的数据 那么如果你有513兆 你该怎么办 这个如果你想写一个标准的 support vector machine的算法的话 你就会发现这是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或者如果你想写一个比较标准的神经网络 都不用写深度学习 不用写深度神经网络 你就标准的一个神经网络 你就会发现如果你数据比较大的话 你的运算能力就不对了 那么一般情况下 在运算的过程当中 大家都会一次性的把数据 先load到内存当中再去算 但是如果513兆的内存的数据 不能够被load进去的话 那么就需要你要对算法进行改变 当然这种算法的改变 本身也可以用map reduce了 你可以把它分成单个的线程 在每一个单个的线程 比方说sine或者cosine 你全部算完了以后 最后你再把它重新summarize起来 然后得到最终的结果 但是虽然数据只有513兆 但是对于一个512兆内存的世界来说 这就是一个标准的大数据的算法 而且是非常经典的 要从算法的结构上进行改变的大数据的应用 而相反 在今天如果像我的苹果电脑是16G的内存 哪怕就是你给我一个15个G的数据远远大于513兆 当刚才我说的那个数据量 但是因为我可以一次性的load到我自己的内存当中来 所以我在运算过程当中根本不需要非常复杂的并行算法 我可以用非常简单的串行算法 和不需要任何框架性的改变 就可以把这些数据全部都处理掉了 这仍然不能叫做大数据 所以我想这是很多人对于大数据的一种误解 认为只要数据大就可以 而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 只有当你对数据的处理算法等等发生改变的时候 才能说你所使用的技术是代表的是大数据兴起的技术 那么第二点的话 很多人都会问大数据的用处很多啊 Google也在用大数据 对不对 那么包括Plantier 就是Peter Thier 后来建立的跟国家安全相关的那家公司 也在用大数据 Elon Musk的Tesla也在用大数据 你回国为什么要把互联网金融作为大数据的一个主要的标准呢 来使用呢 那么对于我们来讲 有两点 对于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 所有的数据 你都可以称之为大数据 但是什么样的大数据 对于你来讲 是最容易上手的呢 它需要有两个比较标准的特点 第一 历史数据 你要有很长的可持续性的回溯时间 才有意义 而金融数据是最标准的 我相信大家可能如果对京东有了解的话 可能就会知道 京东当年的起家 就是靠卖光碟起家的 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卖光碟的 别人没有做成京西京南京北 只有刘强东做成了京东了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刘强东从来都不卖盗版光碟 那你讲你又扯远了 不卖盗版光碟 为什么会是京东能够起家的原因 原因很关键 因为对于像我们这些散户来讲 是不是盗版光碟 没关系 反正客张盘 看看两次VCD就算了 但是有一种重要的客户 他对于硬盘 或者对于光碟 是否正版 是非常关键和关心的 那就是银行 因为银行需要正版的光碟 才能把他的历史数据保留的最稳定 时间最长 所以刘强东起家最早的时候 就是因为有银行 从他那里买到了既便宜 而且又是正版的光碟 那么说远了 所以说银行或者包括金融界 对于历史数据的保留时间是最长的 这对于我们利用这些历史数据来进行建模和回测 是非常非常管用的 这是第一 第二 金融数据是结构化最漂亮的数据 你能想来想去 也不过就是全是数字 顶多它是那个double 还是float 是8位还是16位浮点 仅此而已 但是它都是非常漂亮的数据 但是如果你是social media 如果你是google的search的data 或者如果你是facebook的social data 你就会发现这个中间可就麻烦了 有升频 有音频 有视频 而且还有大量的非结构化的文字 图片或者等等 在这个时候 把这些所谓的非结构化数据 转变为结构化数据 就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困难的事情 而且最关键是 现在在国内鱼龙混杂 包括在美国也是一样 很多人都会声称 自己对于social media的数据 进行了大量的解析 可以用于征信 和对于个人和小微企业的信用进行评估 我可以非常负责的告诉你 通过社交信息 对个人信用进行评估 纯粹就是胡扯的 我们在实践当中已经证明过很多次 它对于ks的提升 连0.5都做不到 当然这是后面我们需要讲到的事情 因为今天我们总共大概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所以我也并不想非常详细的 把我PPT当中的所有内容 都全部详细的列举出来 但是比较简单的 我会给大家综述一下 最后我也想留点时间 可以跟大家互动一下 那么美国信用体系相对来讲是比较简单的 大家可以看这个PPT 但同时我可以总结一下 就是在美国有一条非常清晰的精卫分明的河流 当然你也可以叫它精卫 也可以叫它卫和 就无所谓 那么它把真正的评分机构 和把真正的征信机构 二者之间给非常清晰的给分开了 那么在我们所谓的征信机构当中 有三家叫Aquifax Trace Union Experience 在用信用评分机制当中 那就是FICO 那很多人会说FICO是啥意思 实际上FICO是Fair ISAC Corporation 这几个单词的简称 那么在中国有没有可能这么做呢 没可能 为什么没有可能 我需要回过来再讲一讲 征信机构和信用评分机制之间的区别在哪里 对于FICO来讲 他们只负责把已经获得的数据进行量化评估 并且提供数据之上的增值服务 或而言之就是返回我们的FICO的分数 从300分到850分之间区间的分数 这是FICO需要做的主营业务 而对于三家征信机构来讲 他们本身不平分 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跟所有美国的金融机构 全部实现集联 而这种集联是通过一种叫做Matrix2的 这种系统进行直联的 也就是任何银行的实时的还款数据 都会在一定的规则之下 通过XML的方式 直接传回给这三家征信机构 这三家征信机构对数据进行处理以后 交给FICO FICO算出分数 返还给三家征信机构 三家征信机构在直接面对C端和B端的所有用户 讲到这里 大家可能就已经发现美国跟中国的不同了 在中国绝对不可能有这么一条近未分明的河流 来区分这二者之间 所有采集数据的机构都希望一锅端了 把评分也做了 所有做评分的机构也希望反过来向下一锅端了 把数据也全部都做了 所以在中国你不可能看到美国这样的这种信用体系 中国所有的征信机构都是从下游到上游全占工作 一起从头到尾全部都做了 所以导致有很多非常难看的恶性竞争 那么美国信用体系在评价的时候 这张图大家可以基本上看一下 首先有35%左右的权重 是用来对于付款历史来进行评估的 这显然意见 我来判断你这个人有没有能力还钱 当然我会先看在历史上你有没有还过钱 或者有没有不还钱 这是非常正常的 那么在这个35%以下 还有30%美国人看什么呢 他往往会看你的信用额度已经使用了多少 你贷款账户有多少个 在这里我要说一下 这些人并没有不还钱 只不过是这些人在信用额度的使用上面是不同的 那么你往往会看到 如果你的总的受信额度是5万美金 但是你每个月都稳定的使用49,000美金的话 那么我可以很遗憾的告诉你 你的信用分数不会很高 有的人会说凭什么呀 我不是每个月都一直在还钱吗 我又没欠他钱 但是因为距离5万的满额的信用额度 你已经用了49,000了 谁都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跨过那1000美金的红线 所以在这个时候债务使用情况 也会在FICO的评分当中占到30%左右 当然信用的历史也很重要 大概会占个10% 也就是你到底使用了多长时间 你的第一张信用卡什么时候开的等等 当然这个我就不详细列举了 总共你可以把它加起来 现在一共才只有75% 那么还有25%是一些其他的相关信息 包括你的贷款的种类是什么样子的 你是只有汽车贷款 还是你有房屋贷款 学生贷款等等 那么所有这些综合起来 就可以在美国的信用体系当中 你大概就会知道自己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看 在信用分数和人群当中会出现个什么样的情况 这是在美国最标准的一种情况 就是如果你从300分到850分 你把它完全裂开的话 你会发现即使在信用分数上面 美国也是一个当之无愧的世界级强国 为什么呢 因为它标准的体现了它的基尼系数 既不是特别低也不是特别高 既有创造性 但是又不是平复不均 你可以看到我们普遍认为 一个人的分数如果在700分 或者720分以上的话 我们会认为这个人的信用值相对比较好 在申请信用卡房贷和车贷的时候 都会有较高的几率获得通过 但是如果你在700分以下就危险了 但并不意味着你不能借到贷款 但是很可能你的贷款利息要比别人高 条款要比别人苛刻 那么像Landing Club 像Spring Leaf等等公司 就做这些人群的生意叫做subprime 你再往下到了600分以下 我们就叫做deep subprime 那么你可以看到 实际上美国大部分的人群 都是分布在600可能大概780分 到可能大概760分 这窄窄的100分的区间当中 可能占了美国人群大概50%以上 所以这充分说明 美国就是一个标准的核桃 是两头肩 但是中间比较宽 那么这是美国的新闻人群分布 那么你可以看到 就是大量的金融机构 到底是为什么样的人群在进行服务 然后你就会看到 我们平时耳熟能详的 美国四大银行 包括了Cheese City Bank of America 和Westfago 基本上都是在为prime的人群在进行服务 而慢慢的 其他的金融机构发现 在prime的人群当中 跟这些主流银行进行竞争 是吃力不好好的事情 因为这个比的是谁的muscle更强劲 也就是你到底在各个地方能开多少个营业点 像比如今天我们开车出去 几乎在任何一个城市 任何一个角落都能看到这四大银行对应的一些branch 但是你能看到其他的吗 可能你看不到 所以其他的这些金融机构 就千钢百计 希望从次贷的人群当中 能够分一杯羹 这你就会看到 在600分到720分 500到700 小于550分的这些人群当中 也有一些 其他的金融机构 都在刀头填血 但是刀头填血 这个没有金刚钻 你揽不了次期活的 凭什么水平 在刀头填血呢 凭的就是大数据的技术 包括以前我在洛杉矶的老东家 Zest Finance也是一样的 当时我创建模型组和领导整个模型组 做的主要工作 就是为Zest Finance推出 从第一个模型到第六代 第一代模型到第六代模型的所有的风控 都是由我和我带领的团队完成的 那么当时我们大量的使用了很多 在传统银行当中闻所未闻 甚至即使是知道怎么做 也因为对应的IT反应相对比较迟缓 而无法使用的一些机器学习的算法 从而使我们在同样的数据集当中 我们的KS明显的表现要比别人好很多 经常有的时候发现 国内的很多金融机构 会非常不负责任的时候 我现在的KS已经达到50或者80了 所以我的模型非常好 这是没有意义的 在任何情况下 我们在讨论KS的时候 我们都需要给定一个非常标准的值 那就是你的坏账率是多少 如果坏账率越来越高的话 理论上来讲 KS值就是会变得越来越低的 因为它的系统性风险在变得越来越大 所以任何在不给定坏账率的情况之下 随便吹嘘自己KS值有多高的 都是基本上不负责任的耍流氓 那么这一点呢 我想可能大家会想 为什么你要谈论被FICO遗忘的人群 那么这边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为什么会回到中国创建兵舰的原因 那在这里我还想分享给大家一点 是我自己个人的经历 就是我在离开Zest Finance之后 我在Cabbage 简单的做过一段时间的Chief Data Scientist 那么我想对于大数据比较了解的同学和朋友 可能都会知道 在美国最标杆性的使用大数据 对个人和小微企业征兴的 就是这两家企业 在洛杉矶的Zest Finance 和在亚特兰大的Cabbage 所以在这两家当中我都做过他们负责风控的第一负责人 那么对于我来讲 在美国应该已经有一个比较好的生活了 我为什么会想到先回中国加入中国最大的风险投资机构IDG 然后后来又拿了风投给我的几千万 那么开始创业呢 原因很简单 这个源于2013年的时候 我回到中国和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的副行长和中国外管局局长吴小林 那一段比较简单的对话 当时吴行长就问我 他说小顾你在中国为什么不来发展 在美国掌握的这些技术 和你在美国前沿当中看到的这些金融发展和改革的经验 对于中国都是很有用处的 那么我当时就跟吴行长说 我说在我看来 中国现在最蓬勃和发展最快的是P2P平台 而P2P平台还处在跑马圈地的过程当中 他们对于风控是不看重的 而在他们只要简单的做一个庞氏骗局 只要进来理财的人永远比提前出去的人要少 他没有风控 也可以把日子过得很好 而要建立一个P2P平台 就不是像我这样的海规可以轻松做到的了 这个当中有大量的地推团队 然后有大量的飞单的出现 然后有很多非常具有中国国情的一些相对来讲 我个人觉得对于我来说是重度运营的事情 而对于我来讲 我更愿意做一个技术驱动 相对来讲做成一个平台轻度运营的公司 而这点对于我来讲P2P平台不是 所以我不适合 那么吴行长就讲了下面这段话 就是我展示的这个PPT 他说你看你给我的PPT写的很清楚 在美国85%的人群已经被FICO是有效的占领了市场 你在Zest Finance和在Cabbage 你带领你那么优秀的团队 你所做的事情也顶多是只能服务那被FICO遗忘的15%的人群 但是在中国呢 中国我们现在央行能够完全覆盖的人群就不超过15% 也就是意味着中国有15亿人口 美国有3亿 你现在需要服务美国的是3亿乘以15% 那4500万人口 但是在中国你要服务的是15亿乘以85%的人口 二者之间在市场上有如此巨大的差异 难道你不应该回来看一看吗 也就是基于我跟吴行长当时的这段谈话 所以我才毅然决定暂时先加入IDG 然后以一个投资人的身份 对中国先进行大概一年多的有效的观察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直到现在为止 我每个月在中美之间来回飞一次 那么当时他们很多我美国的合作伙伴和中国的伙伴都会问我 说林云啊 说你的这个生活大概是个什么样的 我说我的生活很简单啊 就是XY2 然后他们说为什么是XY2 我说那是因为我X天在美国 每个月有X天在美国 Y天在中国 但是确信的是有两天一定在飞机上 所以我对于美联航的波音787 梦幻客机的机舱结构非常了解 对于波音787-8和波音787-9 这两个机型进门了以后 我可以闭着眼睛找到我自己的座位 然后非常清楚 这就是因为我每个月都需要来回飞一次的原因 但是我在中国在IDG作为投资人 投了4500万美金 投了中国到目前为止 大家几乎可以想到的 很多非常著名的互联网金融公司 都是我和我在IDG金融组的同事一起投出的 包括像现在的疑信 包括闪银 然后包括挖财 然后包括铜板街 然后等等等等 都是在从2013年11月以后 IDG对于中国互联网金融赛道上面 很多比较好的企业当年的布局 那么我当时包括投了美国的Ripple Labs和Circle 这两家以基于虚拟或者数字货币为先驱性 希望颠覆今后底层交易网络的这两家公司 那都是我们在IDG的时候投出的这些公司 那么我在中国待了这一段时间以后 我发现吴航长讲的基本上是完全正确的 就是在中国有个非常广阔的市场 等待着我们去开发 当然这个广阔的市场当中也是暗流汹涌 有无数人正准备等着跳进去 所以呢 这个就是美国的市场有多大 刚才我已经简单的说过了 然后那么这里我想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这个例子我在国内和中美信用峰会上面我都举过 所以我想可能有些朋友在新闻报道当中已经看到过了 那在这里我再简单的再说一下 这就是典型的大数据和传统金融风控之间 二者之间的区别 现在我显示的这一页是标准的 用传统的金融风控来进行的评判 让我们看一看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这一对对手 司马懿和诸葛亮 诸葛孔明每年收入3000两文银 当然这是我自己虚构的了 在过去24个月当中还出现过一次违约记录没还钱 DTI是death to income lease 也就是说他欠钱占他收入的比例是多少 是40% 拥有7年的信用历史 新的贷款查询 最近有三次 说明诸葛亮最近一直在找人借钱 然后贷款类型是买过一辆马车 然后有马车贷款 再看司马懿当年跟曹操确实混得不错 所以年收入已经是5000两文银了 过去24个月从来没有不还钱 然后欠账率也不高 就是20% 拥有20年的信用历史 最近根本就不再借钱 而且以前借款的历史比较多 什么房屋贷款 马车贷款 学生贷款都借过 那么我想如果我们不是单向说我讲 是我们互动的话 我想问你们 如果你作为一个传统的银行的风控部门 看到这两个人的这样的情况的话 你会贷款给谁 如果只能贷一个 我想毫无疑问 你们都会贷给司马懿 而不会贷给诸葛孔明 好 那么这是现在我们讲到的 关于非常典型的 如果用传统的银行风控 我们做出来是这个样子 那么我们再看一看 如果用大数据的话 你会看到什么 我发现情况很不一样了 司马懿最近好像不太对 他的上网的IP地址 频繁来源于各个不同的地方 包括卫国国家图书馆 还到自己老乡好蔡文基的茶楼里面去喝茶 然后他刚刚申请了两个发薪日贷款 发薪日贷款 是不纳入央行的统计序列当中去的 而后来我们发现 学生贷款 虽然司马懿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坏账 但关键是学生贷款 是先从工资里面扣了 再给司马懿发工资 所以他是想赖账也赖不了 而且我们发现 最近他老人家不是老在许昌 在卫国首都待着了 在洛阳长安 这些卫国大城市 经常来来回回的跑 那么当然历史证明 司马家族是准备发动高频林之变 是准备要颠覆整个刚刚夺得天下的魏骨 所以司马懿当时的经济水平是非常不稳定的 但是反过来你再看一下诸葛孔明 为什么他会欠钱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去年他被马车撞了 医疗账单超过2000辆文银 对于一个一年收入只有3000辆文银的人来说 诸葛孔明又没什么积蓄 想要不赖账都难 但是赖了账以后别人还了呀 为什么只有7年的信用记录呢 因为他老人家被刘备从南洋三顾茅庐 请出来搬到成都去了 所以在成都的信用记录当然时间不长 而且人家好啊 最近5年住址一直没变过 都在丞相府里面 人家为什么不申请学生贷款呢 原因是人家在学生阶段品学兼优 从他老师那里拿了奖学金了 所以如果你把所有这些情况 全部都再加在一起 你想判断的时候 我想这个时候再给你做判断的时候 你就不会再觉得应该把钱借给司马懿 而应该把钱借给诸葛孔明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 你就可以看到你从数据源当中获得的信息 如何整合到大数据当中去 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做我们大数据征兴的2.0版本 你就应该看到 我们会有traditional,alternative,web analytics,social network和application 各个不同的数据源 把这些所有的数据源全部加在一起的时候 对于我们来讲才是有用的 好 那么这些东西因为相对来讲都比较多 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 就是传统的数据体现的是深度 而不体现广度 比如说你的银行卡 信用卡 开了多久 怎么使用的 但是这没有用 比如说很多诸位 从中国到美国来留学的学生 其实你们很多都有讲学金 而且品学兼优 但是因为来的时间不长 所以这种体现深度 不体现广度的数据 对于你们的信用平凡来说是不利的 但是我们现在在征信的过程当中 更多体现的是水电媒 法院记录 你的IP上网地址 你的user agent当中 我能看到你使用的什么电脑 有没有pdf插件 然后你上网的浏览器是firefox 还是chrom 然后还是老掉牙的IE等等 然后我们所说的社会网络数据 可不是社交数据 是指的是在宏观经济上面 在各个区域当中对应的数据 比方说你的来源 你的小区平均房价是多少 然后人口结构是什么样子的 平均收入是多少 学区到底是排多少 等等 这些信息 再加上用户直接给到的信息 才能通过大数据 对人进行评分 那么这些场景等等 就无所谓 然后我们都可以简单的跳过 那么这些关于hive pig等等 我也都已经说的比较简单 那么大数据模型 从某种程度上面来讲 我们强调的就是一切数据 皆为信用数据 同时我们只看关联 不看因果 那么这点相对来讲是比较重要的 为什么很多统计系里面 毕业出来的同学 在公司里面 在做大数据的时候 往往一开始需要准变观念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大家在判断的时候 往往都会觉得 统计有个最基本的理念 那就是是通过大量数据当中 一种均衡的unbiased sampling 或者是bias的也没关系 我只要通过其他的一些参数来进行调整 就可以 就能得出最后的结论 而在大数据的观点当中 sampling如果不是最终的唯一选项 我们基本不会采用 我们是希望能够把大规模的所有的数据 全部都应用到模型当中来 这就直接对应着 从一开始missing value的imputation开始 到后面就是所谓的数据缺失值的处理 到后面单个变量的选取 多个变量的整合 以及单一模型的建立 然后包括最后模型的集联等等上 方法论上面就和统计是完全不同的 我可以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在svm当中 大家可能想到svm是个相对来讲 已经比较成熟的算法 最关键的是你要对里面的kernel function 有精确的定义 保证它的收敛 然后保证它的投影到的高维空间 是比较恰当的就可以了 那么svm有个什么样的特征 svm你可以把所有的变量 不经过任何的选取的情况下 直接丢进去 这个在统计毕业的同学看来 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因为我既不需要做stepwise selection 我也不需要做colonality的check correlation等等我都不需要看 我可以直接把它都扔进去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可以基本上确定 在向高维空间投影的过程当中 前面我们认为的这些问题 都将不会是问题 所以我们宁可在高维空间当中 通过拉索或者通过其他的方式 再进行变量的整合 而我们也不会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对它进行处理 你就可以看到 这种所谓大数据和统计的模型之间 想法是非常不同的 这些数据源的来源我列在这 我是想说的是 美国是一个相对来讲基础设施比较完善的国家 这不光是它的包括它的基础的高速公路 或者等等银行体系 甚至是在数据这种虚拟的基础设施上面 都完善的比较好 而这一点在中国几乎是没有的 所以在中国做的时候 往往我们需要自己去整合学位信息 航空信息 银联信息 通信信息等等 把所有这些信息全部都整合起来以后才可以 那么最后建模的过程当中 这个我刚才讲到了 需要有这种确实值的处理 特征的变化 选取独立模型建立 合成模型等等 那么这个相对来讲就更加数据化一些 本来其实是对于相对来讲 更有技术基础的一些同学的话 那么可能大家会知道generative的和discriminative的model 二者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其实严格上来讲 如果今后大家希望到我们兵舰来实习 或者到我们兵舰的洛杉矶办公室 或者到我们中国办公室来工作 我想无论如何你都逃不过这个问题 我们一定会问你的 generative和discriminative的区别在哪里 我先做一个提示 这样的话大家这道题以后可能就会回答了 但是我不会明确的说这二者之间 其中一个考虑的是联合分布 另外一个考虑的是conditional probability 所以这因为这个本质上的区别 把它分成了generative和discriminative 两个完全不同的模型 那么至于到底哪一个是什么 大家可以自己下来以后仔细的来分别一下 当然更多的情况下 我们是通过所谓的supervised learning和unsupervised learning 也就是说有没有学习的标签 dependent variable来进行判断 什么样的模型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处理 那么我想后面应该还有好几页 我简单的就是希望能够快一点 讲完了以后好给大家一些时间 我们进行互动 那么在这里我想直接跳到一个 大家经常在国内都会问我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 很多国内的人都在做什么 大家有100家公司都号称是在做信用评估 这些企业是都在做信用评估吗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 如果有100家企业在做信用评估 其中有80%也就是80家 甚至更多的企业 他们做的实际上是底层数据的倒卖 也就是说如果我跟国家工商总局关系比较好 我就拉一个公司出来叫中数科技 然后把我的服务器放在国家工商总局的机房里面 连一根砖线 把国家工商总局的所有数据拿出来整把整把拿出来卖 每一条卖50块钱 这就是有些企业在干的事情 然后有一些是跟公安部的副部长关系比较好 每天在一起打高尔夫 所以我们就把公安部的什么车辆信息违章信息 全部拿出来孤岛孤岛 然后拿出来卖 这就是另外一部分信息 然后有的跟国家民航总局关系比较好 所以把中国四大航空公司和其他航空公司 在中国的飞行记录全部拿出来 孤岛孤岛拿出来野来卖就变成了一个航空信息了 所以在所有这些方面上 大家就可以看到80%以上的企业都是在倒卖数据 没有任何技术含量 这样的企业最终一定会消亡 原因很简单 因为所有数据的拥有者本身都面临两个困境 第一 是国家要求打通数据孤岛的这种政策性的命令 以至于他们今后即使想要报残首权 把数据拿在自己手中给自己独家企业进行提供 也是不可能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任何拥有数据者都是有寻租和变现的企图的 他不会只允许独家供应这样的意义不大 所以慢慢你就会看到最终在市场上的演变 就会变成所有这些数据都不会再变成稀缺资源 本来是你可以拿到我不能拿到这种一和零之间的区别 但慢慢就会演变成是你是五毛钱拿到我要五毛二分钱才能拿到这种价钱上的区别 到最后就会变成所有的数据都烂大街 任何人只要花一样的钱就可以拿到 所以这是所谓在中国做征信的悲哀 就是大部分的企业都是在倒卖数据或者做一些简单的数据加工 是没有意义的在我看来 在剩下的20家不到的企业当中 又有80%大概16家企业 他们做的是所谓的叫做个人征信 而个人征信在美国已经被证明 是一件相对来讲比较容易做主要拼muscle和肌肉的工作 为什么呢 因为个人每一个人从他的生长环境 以及包括他成长的过程来看 一个人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想要改变他的特性是很难的 换而言之 你用各种变量来模拟一个人的信用能力的时候 往往使用的都是缓变量 什么叫做缓变量 比方说你的学历信息 学历信息说穿了 也不过就是从没文化到博士 一共七个阶段 没文化 小学 初中 高中 本科 研究生 博士 不就七个吗 所以当你这七个不同的选项 跟其他的所有的变量融合在一起 你称死了 也就是二的七字方 也就是128次变量而已 那么如果是婚姻状况 更少了结婚 单身 离婚 然后丧偶 就是四个了 变成二的四次方 也不过只不过就只有那么一点点16了 所以从这种角度上来讲 而且所有个人的因变量 所谓的independent variable 自变量 sorry 然后它都是高度相关的 换而言之 你只要知道一个人住在什么地方 是什么样的学历 婚姻状况 你基本上就能够判断出来 他的收入在个什么样的水平之内了 所以这样的模型是很容易做的 某种程度上来讲 个人征信 是似乎都不需要所谓的大数据 但是反过来 小微企业征信 是个世界级的难题 是非常难以解决的 它的护城河极宽 它的城墙也极高 那么我举个真实的例子 在中国 企业完全没有改变 还是这家餐馆 但是就是因为老板有艳遇了 把小三扶上位了 然后把本来是四川的大奶给踢掉了 换上了湖南的二奶上位 然后整个餐馆的经营风格变了 从四川菜变成供应湖南菜了 变成香菜了 然后整个经营流水数据大变 你如果还希望用同样的历史数据 对这家根本就没有进行工商变更 法人也没有变更的企业进行信用评估 是没有意义的 换而言之 它的时间序列虽然看上去还是保持一致 但这些根本已经发生了改变 或者同样的一家企业 1970年的IBM和2010年之后的IBM是完全不一样的 以前是一个完全依靠卖硬件的国际商用机器公司 而现在的IBM基本上已经完全是通过软件 在提供资讯和商业系统解决服务方案了 所以一个同样的企业 即使它在历史过程当中完全没有破产清算等等 但是它的领导者风格的改变 经营方式的改变 都会对这个企业本身的信用评估造成极大的影响 而且很多小微企业严格上来说 根本没有抵押品 对于他们来讲一穷二白 你跟他说拿你的房子来抵押 他说我房子是租的 你说拿你的不动产来抵押 没有算了吧 那你拿你的动产来抵押 他也没有汽车这种动产 只有锅碗瓢盆和他餐馆里面的桌子凳子 你拿去抵押有什么意义 而且中国的所有小微企业都在大规模的做假 所以从这些角度上来讲的话 我们只有通过技术的方法 才能够对小微企业的数据进行深度挖掘以后 才能建立一个相对比较靠谱的模型 而这些都是在个人征兴当中非常轻松可以做到的 而且再往下说一点 对于小微企业的征兴 其本质是两件事情 一个是对他经营性质和能力的判断 另外一个是对小微企业主的判断 所以实际上面来说 我们并没有绕开个人征兴 对于法人代表和小微企业主主要股东的个人征兴 也包括了我刚才前面讲到的所有个人征兴在内 因此小微企业征兴其实实质上就是兼容了个人征兴 而反过来个人征兴是无法兼容小微企业征兴的 所以把所有这些东西全部加在一起 才当时让我坚信 就是回到中国来做这家公司的话 那么对于兵舰来讲 我们一定是会以小微企业作为主要的突破口 同时兼容个人征兴 当然事实上证明我们这一步是走对了的 所以直到今天为止 我们在美国有自己的客户 我们在洛杉矶有自己的办公室 然后我们在中国更加有大量的客户 包括银行 P2P平台 小贷公司 消费金融公司等等 我们在上海 南京 成都 长州 包括今后在深圳和北京 都有自己的公司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讲的话 你就能看到国内的征兴领域 其实是一个到目前为止 还在一团混战的状况 所以想在这个当中能够脱颖而出 某种程度上面来讲 对于数据源的整合 包括对于在数据源整合完毕之后 上面的技术能力 是有非常系统和强劲的要求的 这其中任何一环 如果掉了链子 从某种程度上面来讲 对于想把这件事情一直推进到底的企业来讲都很难 当然对于我们来讲比较幸运 因为我们选择了一个比较合适的阶段 进入中国市场 因为我们进入的时候 中国的P2B平台已经进入整合阶段 而且很多风控以前没有注意的问题 已经都暴露出来了 而且大规模的平台都在跑路 导致从国家从中央层面开始 就开始对风控有很高的要求 并且也看得很重 所以我们在进入中国市场以后 我们已经非常成功的完成了第一轮和第二轮的风险投资 到目前为止 在中国经济一片哀鸿遍野 很多地方都在财人的情况下 我们还在不断的招人 像我们在成都的那种甲级写字楼 现在你可以看到其中大概空掉了三分之一 而且房租不断的在下降 这都是很恐怖的 中国的经济 我看以前的参考消息总是在讲 今年又碰到了百年不遇的洪水 今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困难的时间 但到明年还是中国历史最困难的时期 那在我看来今年显然是中国最困难的历史时期之一吧 这是毫无疑问的 因为中国到目前为止 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拉动内需 因为有高昂的房价 因为有医疗保险 因为没有医疗保险 因为教育完全需要靠自己付钱 所以老百姓不太愿意拼命的掏钱出来花费 对外投资拉动 因为人民币的贬值 而且因为中国劳动成本的升高 大量外资都在撤退 然后第三是房地产的拉动 房地产现在也是一片哀鸿遍野 本来房地产当中投入一块钱 在整个国民经济当中 就会有九块钱随之运转起来 所以在房地产隐形熄火以后 中国的整个经济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所以在2009年 温家宝增发了4亿人民 4万亿人民币 外加地方债跟进 总共13万亿人民币 人民币的M2总量已经非常大 而且流动性已经像洪水猛兽一样 完全无法控制的情况下 李克强政府还在继续进行量化宽松 本身也是饮鸩止渴的一种方式 也就是横着也是死 竖着也是死 对于他来讲 现在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还得不断的降息 然后降转 并且降低首付的比例 把房市给拖住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其实是中国的悲哀 所以但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对于很多企业来讲 已经都已经走入了西洋 比如说O2O 什么当年在279天当中 估值就从零变成10亿美金的 爱屋及乌这样的公司 现在日子都很难过 而且很多都开始抱团取暖 饿了 现在自己可能真的是饿了 可能连饭都快要没得吃了 美团和大众点评也合并了 滴滴和快递也合并了 这不是好事 这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因为中国经济太差 大家已经没有能力 再继续大打价格战了 所以只有抱团取暖 但在这样的情况下 征信反而是一直独秀 因为无论是经济好 还是经济不好 尤其在经济不好的情况下 怎样能够判断出来 哪些是相对比较好的企业 反而显得更重要 而如果没有小微企业和个人的征信 这点几乎是做不到的 我想我摇摇撒撒也讲了 大概有50分钟的时间 我想还是把剩下的时间 留给大家感兴趣的同学来提问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顾灵运博士 给我们做出这么精彩的演讲 在场的同学 可以通过我们的questions那一栏 把问题输入到questions下面的输入格里面 我们从中挑选一部分典型的问题 我们在演讲之前 就已经搜集了一部分观众的提问 那我们现在先从观众提问中间 选一部分比较典型的问题 请顾灵运博士回答 可以 那现在看来其中已经很多问题 其实已经在顾灵运博士的演讲中 已经回答了 那我们来看一看 那看来我准备还挺充分的 已经把有些问题已经预料到了 那还挺好 那现在有一个问题 是请问在国内收集数据的过程 会有什么样的基础和困难 国内其实搜集数据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既简单又不简单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跟刚才我举的这些例子一样 如果是一些资源型的企业 如果你能直接切中药汉 跟资源直接进行对接的话 那么数据对于你来说拿起来就很简单 而如果是个门外汉 在外面完全不得其门而入的话 那么在国内拿数据是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但是比较欣喜的是 很多事情中国都在努力的跟美国在接轨 然后努力的在追上美国的脚步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中国在变好 变好的意思是什么 是指中国数据的获取在变得越来的越规范 也就是无论你有没有资源 大家慢慢都开始以比较公平的方式 在获得数据 同时央行对于个人的隐私的法规 开始建立的越来越严格 这也是为什么对于我来讲 我认为个人征信是没有前途的 因为你会在越来越严格的监管环境下 在对一个同质化和竞争极其激烈的领域当中来进行拼杀 这在我看来是没有意义的 而小微企业因为本来就是服务于公众的 所以它的信息本来就是一个透明和公开的 所以没有什么法规限制对于企业信息的获取 而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因为企业的信息又更多 而且难度也更大 而且法规又更宽松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小微企业的征信 无论是从数据源开始 还是从后面的技术角度来讲 都会比个人征信相对来讲要更有难度 但是前景也更加广阔 当然从回到数据的搜集角度上也是这样 小微企业的数据会比个人征信的数据要更容易搜集 今后再想像现在这样 随便就可以拿别人的手机号 查别人的通话记录 一定会被严惩不来 谢谢顾林明博士 那下一个问题 想请问顾博士 对于在美国刚毕业的学生 顾博士是建议在美国积累一定的工作经验再回国 还是毕业以后赶着国内发展的火热趋势立马回国 这是个好问题 我当年二零零几年我在CMO读书的时候 当时国内也有一股比较好的创业浪潮 当时美国华尔街金融 因为次败当时还没有破 所以无数国内和美国华尔街的公司都来拉我 我也心痒痒的我在想是不是我硕士毕业得了 也别读博士了直接去工作 这个是个因人而异的话题 那么对于我来讲我不会极强 我一定会给出个明确的答案 那么我的答案是这样的 如果你现在想要做的事情是能够快速挖到人生的第一桶金 并且是在互联网金融这个领域 我前提很清楚 第一你要想挖到人生的第一桶金 也就是不是走常规的道路 只是想在公司里面学习和积攒经验 并且同时是在互联网金融这个领域当中想挖第一桶金 那我觉得你不需要犹豫 你应该赶快回国 因为互联网金融在美国是没有希望的 因为美国的整个金融机构相对来讲已经非常完善 并且它的身段很柔软 你可以看到美国的社区银行 美国的credit union提供的服务 对于老百姓来讲是非常全方位的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只有两家P2B平台 但是中国有3000多家P2B平台的原因 因为中国的银行几乎高高在上 留下了很多剩余的空间 等着其他互联网金融的企业来获得和占领 但在美国这样的机会不存在 而且美国的监管极严 所以想在美国在金融当中有所突破和创新 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在中国经济一盘散沙 并且摇摇欲坠的情况下 中国监管相对来讲还暂时不会突然之间变严 所以想在互联网金融当中绝经的人 你是应该回去的 但是如果比方说你是希望 在以智能硬件 或者在以其他技术为推动 但是应用场景 不在互联网金融这个方向上 获得发展的话 我反而建议你应该在美国的一些大公司当中 再培养一段时间 中国的企业非常非常浮躁 基本上没有很多企业能安安心心的培养人 这点我绝不自夸 在兵舰 我们给任何一个人的期权跟美国是一样的 四年就可以vested 而且第一年之后是按月了vest 这个在国内其他的竞争对手是不可想象的 很多人都说 我带着这样美国式的人资回到中国 是不能成功的 因为在中国通通vest都要七年的时间才能vest 而且在第一年或者两年之后才允许你第一次vest 剩下都是每半年才可以vest一次 保证你在半年当中你想连跳槽都没有机会跳槽 但这一点在兵舰很多都是跟其他的公司不一样的 所以中国的竞争环境极其恶劣 那么如果不是因为这两个原因要回国 其实就要想清楚 那下面我们最后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一位同学提出的 我人在纽约 有可能也参与到贵公司的数据分析与建立模型的工作中吗 这其实也是个好问题 因为我当时在中美商会的 我给了一个keynote speech 当时就在纽约 我不知道问这个问题的同学 是不是当时也听过我的讲座 因为当时很多人都来了 包括哥伦比亚的还有nyu的 还有包括从那个从newheavenyear过来的人 然后他们都问了同样的问题 就是说那你的办公室在美国的是在洛杉矶 其他的办公室在中国 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在东海岸进行 那么这个我比较遗憾的得说 原则上面来说 我们并不支持这样的方式 因为在一个互联网金融的公司当中 虽然数据分析某种程度上更多讲究的是算法 但是对于我们来讲 面对面之间的交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们确实也意识到 尤其是我自己也在东岸读书 我在东岸生活了十年 所以对于东岸的很多好学校 我们还是兴盛向往之 到目前为止 我们兵舰当中基本上美国的很多 其实都来自于东岸 包括像我自己CMU的 然后包括那个MIT的 然后包括Giorgia Tech了 然后等等等等 然后都是东岸的 然后但是我们不会把这扇门完全关上 我们欢迎你递简历 然后会经过我们层层的面试 如果我们真的认为你非常不错的话 我们也不愿意兼职 我们愿意就是给你全职的工作 然后你可以先直接跟我们直接做起来 然后我们现在其实也在考虑 要在纽约或者是在华盛顿 在这两个点当中的一个 我们可能会开一个office 但是这个东西大家也知道 公司每向前一步 其实都还是要经过大量的论证 所以在我们西岸有了office的情况下 我们在东岸放office 尤其是在这两个城市当中放在哪一个 我们还需要论证一段时间 但是比方说你可以relocate到洛杉矶 或者如果回国在上海等等 那对于我们来讲是肯定没有问题 那好现在最后一个问题 是一位同学在演讲过程中间提出 如何分辨一个公司到底真正是在做投资 还是在做庞氏骗局呢 其实庞氏骗局这件事情 在征兴这个领域当中是不会出现的 因为我们是以技术驱动的公司 我们不会是大量的现金流入和流出 这个判断只存在在叫做 以lending money为基础的这些商业模式上 也就换而言之 你需要看这个问题的 你只会看几样 银行 P2P平台 然后小贷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 因为这些都是大量的钱 从他们手中流转进去再出来 一边是理财端 就我们所谓的流量端或者资金端 一边是借贷方 就我们所谓的资产端 然后平台把二者之间连在了一起 当年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多庞氏骗局的原因 是因为很多理财公司是自己进行担保 自己理财 自己借贷 所以封控是完全没有把控的 并且是左手进钱 右手出钱 如果是一个不是庞氏骗局 非常标准的公司 你应该看到 它是不碰钱的 钱是从第三方的escore account 就从第三方支付机构里面走的 所以比方说如果你看一个比较标准的P2P平台 如果投资人的钱 investor的钱 不直接给到这个平台 而是给到一个第三方的支付机构 然后通过征信和风险评估 平台向这个第三方机构发出指令 让他把钱打给谁 这个人还钱的时候也不还给平台 而是根据P2P的指令 平台的指令 返还给第三方支付机构 第三方支付机构 再把钱还给投资人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庞氏骗局的可能相对就会比较少 那么好 现在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 非常感谢我们的孤立音乐博士 能够在我们华人世界互助会周末讲座中 给大家带来一次非常精彩的讲座 也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 收听我们的周末讲座 我们明天还有一场周末讲座 是关于知识产权的保护 与华人工程师在美国应该怎么对待知识产权 我们欢迎大家 也关注我们明天的周末讲座 以前的讲座 有很多同学都问我的电子邮件 然后辗传通过好多人在问道 我索性在这里就给大家公布一下 我的邮件就是 凌云顾atgmail.com 然后对于南方的同学 我的凌是有后避音的 就是L-I-N-G-Y-U-N-G-U atgmail.com 如果有问题 其实随时欢迎大家发信给我 都没有问题 那好 我会把顾林音博士的邮件 贴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 好的 那今天我们的周末讲座就到此结束 感谢顾林音博士的光临 感谢各位观众 那我们下次再见 好 谢谢大家 再见